哈囉大家好,我是阿斯 希望我們頻道也記得按下 訂閱按鈕跟鈴鐺 結果追蹤我IG、FB還有Twitch 那我們繼續遊玩優城幻境路 那我們直接要 進到我們這個 花雄店 欸,為什麼覺得好像怪怪的 剛剛是不是破毒 好,再一次 每一次就好 這裡 就是重重重的化成柔懶的吧 這麼敢相信 就是早該 早該在千年前夜幕的古城 就像從天而降 此間必定還成了什麼精的秘密 這麼謂棒奇音 就像貌囊的蠢路 還是太冒險了吧 娘們 就是娘們 柔懶在當年便以複數文明 瞧著王家大驚的氣派好事 便不知此地才有多少爭議寶物 更別替城內這些王好如初的文物 在千年後的架子 老天爺把這奴大財寶送到咱們面前 只有沒打念的娘們和傻子才不敢收下 哼 周咱們是夜幕公孫錦是大盪不以為懶 咱們中原師派當初是隱成雀功之藥 前來西域調查兇屍暗刑之事 趁機大師狩獵古城奇政 這其實是秩序眾人大盤的我等所應為 若然是天下降回究底絕廢物 這必是為某事開始之兆 咱們需要盡快回報戰 查明星耀朱祥是否有意 這才是咱們此刻所應為之事 公孫修 你這話可受過火了 咱們又不是想瞞著此事 只剩既然大家辛苦來到這裡 稍稍拿點好處也不為過啊 如果貴派的神武官不想參與此事 可以先回去通報宅女 朱姆和周兄先在此陣首以防有變 這樣不其更好 何必跟他們囉嗦什麼 本派弟子聽你 給我徹底搜索此地 有任何發現 一律送到我這裡來 地址遵命 周重 你不要太狠行妄為 誰都不行亂動這裡的東西 這 這是個硬是 周重主好 這某藍城可不是你們殺意的場所 你們想在這裡胡作非文 先過了我這一關再說 阿 小猴公子你們也來了 小猴公子 臭小子 你們來得倒挺快 周重主好 你們聽好了 這座羅藍城 為何從天上降回地面 這原由我最清楚不過 如今天上奇藥一句 兇時幽影將臨陷於此 如果你們還要性命的話 就趕快收起貪戀 速速離開此地吧 小猴公子 你以為幾句鬼話就能嚇得到我 老子受夠你們了 到了這部田地 也顧不得得罪天瑤派和神雀公 今天不合理把你們這筆帳爽清 老子就不信周 周重無聊動怒 我想這小子所言不講 這幻塵秘密 只怕都找到大家身上 咱們下手可以留情 拉下他們慢慢審問 免得之後 有什麼遺漏之處 阿 如兄提醒的好 之前三番兩次給你們逃掉 誰看這會有誰救了他們 周兄 朱兄 你們這樣做得太過分 閉嘴 想幫他的話 就和他們一起上啊 老子現在很不愉快 不想聽人說教 誰敢妨礙老子 老子就一併除了他 就算你們是神武官 和松陽們也一樣 公孫兄 咱們兩派 兩位相幫便是 下午公子 我後勸你們 還是趕快離開吧 利不如人 老夫真是自感慚愧 這兩派掌門真是廢物耶 多些慕容光族 公孫前輩關係 這兩個填尾 起訴前輩的老兒 攀懶無恥 我實在看不過去 想偷打他們一對 這兩個討人也老而囂張的鬥雄 小兄弟 你再提這個 我的胃口 就算這兩個自以為是 緊緊住 試試咱們這些 實在鍛鍊出來的身手吧 咱們終於數派支持 為此為勝 谷大哥 小虎大哥 隱身姐 我們別再過激他們的身份了 他們想打架 我們就打讓他落花流水 乙弟 先進妹子 他們實在是欺人太深 咱們不要對他們客氣 不過他們中的兩派之長 必非一語之敵 咱們絕不可欽呼大意 空氣的谷大哥 怎麼過去全成敗在他們手上 但此刻咱們早已非喜樂阿姆 他們喜歡四強相逼 咱們就讓他們知道 所謂強者 兵力 備見 遵命 既然你們自討苦吃 老豬成全你們 如窮 咱們上 我會覺得 差點 Nation 你為什麼現在 打他 直接打贏過了阿 只是再打一次而已 下 下 上 下 下 下 哼,嫩 怎麼補紅攻擊都戳死你 啊,太弱了 好小子,沒想到識別山人 便被你們光目相談 不過我可還沒認輸 周秋,你還想怎麼樣? 好不容易找到這傳送中的幻者 老子是不會空處而回的 既然你們修為如此斬盡 那我也不必,估計以多為勝了 總門能聽你 周秋,算了 你再這樣一意孤行下去 除了多傷人命,丟人難看而已 你還給我閉著在一旁看著 不然等我收拾一活小眾 接下來輪到你們神武官了 你 信周的,你幫我們神武官幹什麼來著 剛才的話,有什麼再說一次 神武官呢,什麼話我們咱們是否說得算 不然你們想怎麼樣 有什麼拼人你輸我活啊 神秘派的,別有不敢對你們動手 大家冷靜下來 咱們同是同道中人 何必為此互動干戈 糟了 這一代幽引力氣,忽然都往這裡集中 該不會是 不用啊 大家快離開這個大廳 嘿,小猴小子 你還想正這個時候裝神弄鬼 太,太快了 有不你自己大勝 實體的借招毀不在即 大家小心 這,這感覺是 這是 哇,這是 這是 莫非那就是 是 回憶之處 果然還是和以前一樣 喧老凡人 這樣總算安靜點 這,這,這到底是 這,尊神 這就是 幽神羅浩 天使應該還沒到啊 怎麼會 在降死天客 與將一樣的 吃一香交香之下 此地的幽冥戒障 幾盡無存 使無人直接從幽界 劃陷於此 無愧是 或用特意挑選之所 只但 這個忠誠的部下 已經逝去 而他這魂魄 轉身成一個 不值一提的叛徒 既然萬圖對 無權 牙相向 見死兵臨 聽令 死兵臨 拜見尊神 見死兵臨 好久不見 你不負死兵臨 或用遺言嘱咐 完成那幽界 降臨人士所需的 降藥之乙 吾 對此非常滿意 想要 與你恩賞 是那 死兵原本的職責 死兵不敢鞠躬 雖然你曾因意識迷亂 與叛徒同盟 對無防叛 但念在你完成 降藥之乙之功 只要你親手將叛徒再次出救 無不但讓你降功贖罪 並讓你帶無同自然士 登起我足萬世星級的女帝 見死兵臨 胃後遲遲不打 祈禮尊神 死兵 死兵做不到 什麼 在完成救藥之以後 死兵的心 和魂 也和失去的貨幻 一起死了 現在死兵的一切 都是為了他而重生的 尊神的玉滅和好印 說死兵不能接受 以著 你的身體魂魄 都是出自無所賜 你能勝得過你的創造主嗎 再者 以你幽影異種的身份 真能與這些女娃所創造的 碧露從你共存於世嗎 即使如此 只要是他 心念所自所望 死兵依然會全力以赴 一流昔日之時 一流昔日之時 請尊神 放我們自由吧 賓霓 自由 我所創造的人偶 竟能向我要求自由 沒想到 不只是活用轉身後的魂魄 你你的心 也被這個人世給迷惰了 罷了 如今雄師將成 無將可直接進出人世 無再需要你們居中奔走 只要是叛徒 都給得死 只可惜了 無所精心創造的你 也好 就拿血淨你們 來當作無重返人世的注意 尊神 那我們就得罪了 哎呀 好給他一個 新的一個 回光滑斬 他不怕暗 完了完了 哦 帥 欸 我怎麼扣血了 我好痛哦 羅猴果然 果然蠻強的 我用攻擊打一下 哇 全擊就已經 我好痛好痛好痛 真的痛 有什麼 幽默 夢幻界 不過怎麼會一直扣血 他要動了 他要動了 哎 只補一個 我 法術特效被吃了 羅猴好像每次都 羅猴好像每次都 羅猴的法術好像都被吃掉了 不知道為什麼 我記得我以前玩的時候 玩的時候也是這樣 哇 看古倫德秀就好了啊 哇 普通攻擊一次 沒有 跟電腦配備無關啊 他本來就是這樣 以前都是這樣子 我靠腰 什麼鬼啊 這撇個 沒有我想到可以看到這一招 沒想到我可以看到這一招 面穿實驗不是 那個 周悠悍風行樂的招式嗎 為什麼 快 沒關係我告訴你 他特效就是本來就會被吃了 你現在 豬帶危險是 痛痛痛痛 ok 好 至少血給你回蠻多的 面做實驗是那個 之前的那個 天氣覺得這個 自由化瘋狼月的法術造勢啊 羅宏你怎麼會持有的法術呢 如果說你們關係是 到底是 好 再復活一個 面上魂魄 好 東西都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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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來了又來了 這招是吸我的魔是不是 看起來是這樣 怕光 不怕光 快啊快啊 啊 沒魔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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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 好 好 結束 好 我意料之外啊 火勇 還有兵力 你們變得更強了 遠遠遠深過骨 剛創造你們的知識 這是為什麼 是因為 你們彼此相依互守的感情 還是因為你們想要保護這個人世的心念意志 或許 兩者都有吧 尊神 你在創造我們之時 賜予我們的一切 卻沒有給我們的心 與魂的方向 在柔軟的八年間 我們慢慢找到這個方向 而在轉身退去去 去殘 殘或魂魄的加速後 無盡的我們才知道 這也是為了什麼而戰 知道什麼才是無可替代的 或許 這就是我們一樣的泉源吧 倘若如此 那你們就變得 非除去不可的障礙了 當初我以為 自己的魂魄血肉 造出你們死 並沒想到會有這麼一刻 幸好這錯誤還來得及解決 那是 我的魂巾 糟…糟了 我們趕快阻止羅猴神 那好像是 冰尼解決的魂魄 什…什麼 既然是冰尼 此舉此非無所願 但 這是你自己的選擇 也是身為反叛者 你應得的懲罰 羅猴…住手 啊… 冰尼… 冰尼… 冰尼解決 接下來是你 我用 小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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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用… 你進來活著… 不… 你應該已經不是火用的… 屬於火用的那一半魂魄已經毀了… 現在的你… 是歷經轉身之後… 以致人事執念鄰居重生的… 另外半分魂魄… 叫做夏侯儀的那半分魂魄… 真是意外的結局啊… 羅猴… 你… 你殺了冰淋… 火用… 露… 露… 夏侯儀… 剛才慈善… 我們是不分勝負… 既然如此… 我… 也得先做好降臨金石的準備… 以待天使來臨時刻… 手來倒橋… 眼前… 就有個不錯的平體… 那…那是… 玄機妹子… 小心… 啊… 這…這光是… 女蛙的平戶… 那是… 七色彩絲嗎… 原來如此… 是豐由女蛙神之意的七色陰落 擋下了柔火的胸皺 不過她也因此粉碎消失了… 嗯… 又是女蛙… 我管到哪裡… 都要和無作對嗎… 也罷… 天使已過… 遊影之力… 已經開始潛落… 既然如此… 今天就先到此為止… 咱們在遊戒中再見吧… 柔 qua仲RRRRR точ… rund… 默… 嘍厚神… 離開了… 天, 痴… 惡惡夢 就像一場惡魔一樣 冰妮 我对不起你 我当时在你面前 又与尊神对抗 可是在尊神的面前 我却什么都做不了 如果你不是因为相信我的话 应该都能拒绝尊神的要求 那么你不会遭到生活剧面的惩罚 冰妮 这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夏侯大哥 一滴 你就别太自责了 我相信冰妮姑娘 宁可自己就这样逝去 也不会愿意为了罗伙的命令 而对你道歉相向 如果要怪的话 又不能只怪你一个 夏侯仪 风女侠说的没错 这并不是你的错 公主大人 明朗浪巴大师 你们来了 公主大人他 你们来得正好 冰妮解决他 小公主 冰妮的魂境被罗伙收毁 我救不了他 我知道 夏侯仪 我全都知道 我已经尽快以推顿作法赶来此地 可是罗伙将你的幽影 劳断这里的天风地起 结果 我还是来此的一步 只差一刻 我们就会挡个道的 这是被天忆注定的宿命吧 可 这样我留的一命 又有什么用 毕竟他已经 他已经 唉 我可以感到他的魂魄 依然飘善于此 那里面充满对你的不守 与牵挂 可是即使是身为占颖的我 也无法将破伤的魂魄 重新放回躯体里面 除非 除非什么 这是 等等 有救了 夏侯仪 好在你身上 有自保的定魂柱 被你的魂魄 与此度深的感应 正在欺负到定魂柱上 有了重要的兵力魂魄 加上石文公的疯魂秘移 我就能让兵力 再次返魂复活 这 真的 不论准者 此地可有行疯魂秘移的阳索 宰女 到你身时 乃至贝利的大罪 我石文公 从不轻易 实行疯魂秘移 更何况 是为了罗活死者的命 他们是因为心向我们 悖逆罗吼 才会遭到如此下场 难道我们不该出地帮忙 如果你们觉得这里留不够 那我以赞引之名 请求你们之处如何 成塔队顶上的观星台 黄映珠药灵奇 是个不错的处手 那就这样收定了 小卫宜 你就会在冰尼之里 到塔顶 我和宿尊者会在那里等你 除此之外 整个病的身子 失去恐怖 生育失散 四方鬼面妖 幽默目 都会受此心理而来 而此刻城内 幽影立即人圣 你走这趟路 给多加小心 我知道了 除此之外 我也成绝供 第十三章点自命发令 紫云 通孔 神武 松阳四派掌门 立刻带领所有门的离开 到城外山里处待命 之后 我另有钥匙亲们帮忙 木轮关主 你是会五派掌门 这件事就教育你办了 木轮真你命 主委都已经听到公主之言 咱们就都动身吧 松阳门 公孙警戒令 葛公主 夏宜公主 那么B派 已经告退了 有什么好拖拖拉拉的 小姨 你就让这冰尼身体大了塌地 我四顿者会在那里等你 除此之外 谁可以比你 我这边都念过了 我知道了 为什么要重新再讲一次 一定 事不宜迟 我们快走吧 是啊 小小大哥 我们赶快把 去冰尼 把冰尼姐姐给救回来 嗯 我可以到塔顶了 你把冰尼的身体平常带到了 好 咱们就开始疯魂之移吧 小公主 一切都拜托你了 天地地 天清地狱 神灵划分 接奉无名死招 公请四方神卫 淫护此驱 繁奴之魂 成乎成分 八天阳刚 化地阴煞 诸道轮回 成魂俱命 欲召禁魂 风铃细魄 如为初始 反雀诸画 啊 冲花脸定魂珠 发出一道光流 莫非纳斯 电魂之中的魂魄已经引出 尊者 既然有道理你们了 马尽 一切都的 接着地 不如 在地 不如 是留在那 屠龍尼的殺不可 然後 發展不敵的殺不敵的 福利亞娜 我把暗羅蘭加那 舒適的打那殺不可 封魂之以以臣 小侯以 我們就信我們的約定 希望你們 也不會讓我失望 宅女 若無踏實的話 違反羅侯在城西來襲 我們就先回地下 去行政要大方 先果是會準則了 咱們天書宜 天書宜就再見 那我們先走一步了 賓妮 是你嗎 別急 他的魂魄剛回到身體 我該還要一會兒才回復 咱們先看著便是 剛才的事 好羨慕的光 好熟悉的風 這裡 不是死亡的虛無 我應該已經死了 我看到這裡的魂魄 隨著魂巾 破成無數碎片消失 我知道那包裹 周遭的黑暗代表什麼 可是 我為何還在這裡 因為我還捨不得讓你離開 逼你 即使是偏根 也捨不得 霍妮 我 我又活過來了嗎 這不是夢吧 這當不是夢 不過 你把他當作如夢初醒也好 在回去你的魂巾之後 尊神一樣把我的魂巾給毀了 我自從最後屬於霍妮那部分 也就此消失了 如今 真正成為笑容疑的我 和魂魄再次經過瘋魂轉生回來的你 已經永遠脫離尊神的束縛 青年寢得霍妞 何必也留下那場長夢 如今 終於算是結束了 這 真的嗎 這是我一直不敢想 不敢的夢想 這真的太好了 這當然是真的 不過我們的使命 並非隨著這場夢而結束 在這之後 我們還可以踏上最後的一段旅程 前往陸後城 封止匹方的天洞儀 保護我們所生愛的人士 臉書幽影之時 這會是今後一切的新開始 嗯 我明白 看了一切都沒問題 這樣我就放心了 對了 而這有一件寶貝 叫做真龍金玉 它看起來是面鏡子 可是裡面卻別有洞天 只要像他玄怪有靈印之鎖 然後鎖進鏡面 被人進入裡面的房間安心歇息 陸後城內 大概不會有九部客森 這個 你們就拿去用吧 植物看來必有有用 那我不客氣收下了 那我先到地下的天書宇宙去了 你們準備好 前往洛洛城死 就要讓你找我和不動尊著 嗯 我知道了 比你 怎麼應該走了 等我們從洛洛城回到後 多的是悠閒聊天的時間呢 嗯 來來來 前輩 嗯 德大姑娘 你過來 我們一封鈴聲 跟我前輩教誨 明珠 我內域的修為 已經足夠休息無善面法 老子就把它傳輸給你 話說此處乃神通至奇 人也出去化解天下諸貫作法之能 其藥指為 以上就是無善面法的金藥 記住了吧 多謝前輩相受懲罰 小王子感激不盡 無邪不謝 這老子答應嚇唬小子人事 沒其他事的話 讓老子忙自己的事去 嗯 小王子 你過來 香王子爺爺 你在說我嗎 嗯 小王子 你足夠內域的修為 已足夠休息千寒雷烈 人提你指電之起於義己 以破天之位轟之極致 其死 為 以上就是千寒雷烈的金藥 學會了吧 嗯 我想應該是會的 這些前輩爺爺 好啦 打你們三個作法都教完了 不過以後還是歡迎你們來龍居島上 看法 好 好拿盛槍啦 也不是先生 盛槍的情況如何 啊 小公子 你們來了 我正想告訴你們這個好消息 我已經成功把聖槍那個斜血 除去 並以新的外貌 從 將他重鑄完成 現在的聖槍 雖然說不上舊 舊貌 禁服 但也不再受邪惡理養之哀 只把聖槍就此交還給你們 在多少日子裡 我一直在夢想這一刻 沒想到 這個行人真的實現了 要不是先生 真是多謝你 而我一樣來自遙遠西方的年輕人 如果沒猜的話 你就是聖槍的繼承者吧 不知道你是一心追求信仰 或與神祭的虔誠信徒 或是樂中追求 全世與功力的野心家 不過 既然是張 選擇了你為繼承者 那麼我希望 人影修復者的身份 聽聽你為何要聖槍的理由 然後再給你一些 是一切的忠孤 我想要聖槍的理由 只要說到我十幾歲的時候 我的本名 叫做格倫 賀土子 是巴格利亞大公爵 凱格爾丁 或圖子的獨子 也是領國的第一繼承者 噢 失敬失敬 原來格倫 格夏 是出自名門的騎士貴族 令尊凱格 凱爾丁公爵 曾經參加十幾軍之役 他的永明公爵 傳遍天下 原來格倫就是格爾公爵的公子 果然是有令尊之風啊 姚布先生 別這麼說 我早就不是什麼貴族之辰 話說父親在收復 軍事坦丁寶一戰時 唯一是懶赤克的脆毒 畢首屬上 當他最後被送回 巴格利亞時 只剩下最後一口氣 他臨終之際 祖父也要繼承他的地位 與一致 由一朝一日 要從御教徒所通 搶回聖槍 榮基努士 在他去世之後 我的祖父 不敢讓我繼承公爵之外 創造幾個父親 舊律的重裁 密謀要暗殺我 幸好我的老是葛梅爾 先以不得到消息 半夜裡帶我逃出城堡 我這才逃過了一劫 郭大哥 我們同行了這麼久 之前從未聽過你們講自己的過去 沒想到你曾經有這樣的遭遇 那是一段不敢回首的流浪歲月啊 由一祖父生怕肩膜一旦敗漏 將得不到人民的原諒 因此他一面對外發布消息 說我多不傷心和訓死 一面無大暗中派的最少我和老是 我和老是就遠離江下 家鄉 而往東逃去 我們渡過高山和沙漠 行過越過十個國家 已經七年漫長遊浪之後 終於隨時商量來到西域 在我們這種流浪之語之中 老是偶然聽到有關 柔軟巨大力量的傳說 他認為這會是我有遭 一路復古的希望 於是就和我在甘州住了下來 直到我們意外被龐沙綁住 手心之前 我們一直要尋找柔軟的秘密 在那之後 我就遇見夏侯兄弟一行 現在我終於明白 更沒有前辈臨終前所說的那些話 變成是為了這個 是啊 生活學者老是同情柔軟的傳說之力 但繼承賀圖之家 協同 從小學習無意的我 更像是能夠讓我牢牢握在手中的聲牆 而除了復古之外 循環聖像 也是父親托付的移密 這兩件事對我的非凡意義 就是我之所以想要聖像的原因 要不是先生 這個意有 你滿意嗎 我十分滿意 更容易的閣下 我知道聖像為何選擇你為繼承者了 雖然歷經這麼多的歷戀和磨難 你的心思依然是藏寶赤子般的純真 我相信聖像在你所中 並且實現當初神用他進化世界的大望 不過在聖像交給你之後 還有一件非告訴你不可的事情 現在請說 根據我們卡巴拉密遺地展 聖像的神力並非來自救贖主的先寫 那只是基督徒用來證明聖像屬於他們所有的借口 這把槍找到所羅門王的時代便已存在 所謂的聖像龍基魯斯 其實是神獸與人類對抗之高邪惡的最終武器 聖像的繼承者必須以邪神的血 讓聖像的力量重生 才能證明自己擁有此死他的資格 若沒有經過這個勵之儀式 聖像只能發揮與半不道的力量 我要告訴你的就是這個 那麼我們要去拿去找邪神 我又可知道我完成勵之儀式 聖像的繼承者就只要靠你自己去找了 讓你完成勵之儀式 聖像自然會讓你知道的 無人說的就到此為止了 若不是先生 多謝你的中國 我一定要好好使用聖像 絕對不會入莫他的衛冥 我也相信如此 相信命運會指引你的方向 我就不多囉嗦了 你們去吧 願聖像你與我們同在 讓我們就不多打擾了 若不是先生 我們先告辭了 請慢著 有關聖像的探尋 只能告訴你貫弱 至於先生之鞋而定制儀式的事情 就看以後的機緣了 好大道具到此 這裡了 我看這次上去了 沒有很刻意去貝 好,來吧 哇,看隔壞掌門起訴,都起訴於此 這個真是難得一見的場面 不用準則,你現在的情況還好吧 某個前三世有命的浪霸和戰力邀集的中原群豪 起訴共阻這政要大法 分別以自己的修為震助這天動役的清歌要助 阻止其要聚於天地,衝而緩助兇死的來歷 雖然重能的真力總類混雜 但大家合力示威之下,現在的天使是穩定下來了 那樣就好,對的不用準則 等我們準備好之後,就要入口登上羅喉城 在你們準備登城之際 我等則須逆行政要大法 利用天動役的距離在塔頂天幕上造成死 讓你們從那裡前往幽影的羅喉城 何想而知,持續等於我們自開幽界之門 羅喉城可能會趁機降臨今時 因此在我們進入幽影之後 我們會再以政要大法封閉幽界之門 等你們關閉疲任天動役之後 以鬼諸要開始返回原位 再無幽影入死之友 我們便會再次逆轉天動役 讓你們由那最後的死否迴返人間 不動準則,你這放在天然,這是頗不可靠 諾菲正之兇千年兇死之客 兵幽之長可不會這麼容易公開 此刻在冷靜的幽影之中的羅喉城 這大概是唯一的方法 不露狐血,咽到鬍子 雖然有點冒險,也顧不了這許多了 不過,刺心,然是直闖敵陣 想必不會有休憩採購之處 所以在登城之前 我們得先去好好採買一番 帶一起準備頭當之後 再寫著心給送我們上去 嗯,只是如此 事不疑似,我們就快去做準備吧 嗯 嗯 嗯